牠現在就開始探索有沒有 有 就開始了 有 牠在那邊吃了 然後注意看牠 拿牠吸完之後 牠的肚子會鼓起來 分成一截一截 這好像蜜蜂喔 對 因為蜜蜂跟蜂蜂是相同的親戚 是嗎 牠們是由相同的物種演化出來的 MIMI 來玩 給你 螞蟻是生活中常見的昆蟲 但也讓許多人傷透腦筋 在屏東有位螞蟻達人 高騎雄 視螞蟻為珍寶 甚至還開發螞蟻蛋捲 而這一次我們要介紹一位 年僅26歲的台灣蟻人 牠竟然光靠賣螞蟻 就月營收上看20萬 究竟台灣蟻人有多威 來去看看 蟻人 我終於找到你了 你在幹嘛 我在找野外的螞蟻窩 野外的螞蟻窩 這是要用來幹嘛 你在研究牠的生態 還是要把它帶回去 我在研究牠的生態 研究牠的生態 這是什麼樣的螞蟻 這個螞蟻名稱叫做黑棘山蟻 觀眾朋友想問了 螞蟻大概有多少種類全世界 大概預計有2萬多種 2萬多種螞蟻 那台灣本土的螞蟻有哪些 台灣本土物種將近有400種 厲害的有哪一種 其實每一種都很厲害 因為牠們每一個分布的地區 都不一樣 牠們有各自的生活能力跟型態 是 所以你都記得 也不是全部都知道 只是我可以找到比較熟的那些 OK 這裡是其中一種黑棘山蟻 那牠的特性有什麼呢 牠最大的特點是 牠的椅槽會利用自己的 天然的一些材料 有沒有發現這是樹枝 還有自己幼蟲圖絲去織成的 那這個裡面的所有東西 是牠填進去的 對 牠很軟 撥起來是軟的 對 因為牠是絲 一個一個的出入口跟洞口 那裡面把它掀開的話 裡面都螞蟻的 沒錯 牠裡面就是螞蟻的 你是每天要來 野外去研究這個螞蟻的生態嗎 沒有 就是偶爾會出來找 這個地方有分布什麼螞蟻 因為我們會趁牠們在昏沸的季節 去這附近找這個蟻蟲出現 OK 然後呢 你要帶回去幹嘛的辦事牠嗎 對 我們就在養牠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做這個事情 我從高中開始 高中就愛上這個蟻蟲 就開始愛上螞蟻 那你有沒有你自己的那個 這個收藏的大本意 有啊 就在我的店裡面 秉承從小跟著爸爸向山上跑 培養了觀察大自然的喜好 後來在高中科展時 以螞蟻為主題做研究 從此踏上飼養螞蟻之路 聽到這位年輕的台灣蟻人 對螞蟻的講解 真的可以感受到牠的專業及熱情 這也開始讓我好奇 究竟要如何靠螞蟻來賺錢呢 好 這個呢 一隻一隻的蟻後 沒錯 好 厲害了 蟻後我們現在要怎麼樣呢 因為現在剛剛採集完了 我們要準備牠的家 OK 那我們普遍來說 會用玻璃試管去做一個家的原因 是因為牠可以持續的 冷電供應濕度給牠們 OK 所以我們要先製作牠的 在初期所居住的槽 現在步驟就是 我們先把水分加在裡面 大概三分之一的 這是一般的水 我們會建議用飲用水 飲用水 對 加三分之一 再試管瓶子 好 差不多了 對 然後呢 會有分兩種不同尺寸的棉 對 然後因為要確保水分不會露出來 對 所以我們會選擇大的這一個 然後在正中心 把它塞進去 把它塞進去 然後讓那個水吸在棉上面 沒錯 但是水是不會流出來的 因為螞蟻本身就要有濕度 對 所以它塞好之後 它是不會流出來的 了解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以後的放進去 對 它要小心慢慢的 因為牠會很緊張 會衝出來 輕輕的 對 然後對準牠 是 好 繼續 乖 OK OK 然後現在會 現在等於牠到新的房子去了 對 好 牠現在到了新的環境了 所以牠就拿小的棉花把它塞起來 有 然後牠現在還在看這個地方 對 是不是很 因為牠也出去了 所以會等到牠安定下來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 牠就會開始殘暖 OK 所以這樣子的話 大概要多久之後 牠以後可以下帶 其實以後牠的生存意識非常強 然後牠如果這個環境對的話 牠大概半天到一天就會開始殘暖 哇賽好厲害喔 螞蟻真的是 所以這個是觀察螞蟻生態囉 對 所有的寵物玩家 牠們就是拿這個螞蟻來觀察牠的生態的時候 就跟你說 這個就可以賣給牠 對對對 但牠們的食物呢 除了水濕度夠之外 食物要餵什麼 我們現在有準備牠們的飼料 哪一種 就這邊 來假裝 假裝哪一隻我們要餵牠吃飼料 就可以從這隻開始 那牠原本是粉狀的 裡面的話有非常豐富的各種的糖類 喔 昆蟲的粉 因為牠們必須要補充蛋白質 對 那如果正常在野外的螞蟻 牠會去吃昆蟲的屍體 那一般的玩家 牠其實可能沒有辦法 在家裡準備昆蟲的屍體 不會啊 髒子打一打一打 因為那個會有很多疑慮在 對啦 所以我們就是用人工的方式 把它變成粉狀 去調成液態的 因為這些螞蟻本身在野外 就是吃液體 所以我們就會經由液態的方式 去餵食牠 那怎麼樣來 你來示範一下 這邊就有 對 我們有滴管 然後呢 一點點在牠的前面 那這樣有量就夠了 因為牠的支柱只有一隻 那牠現在就開始看出 有沒有 有有有有 喔 有有有 牠在那吃了 然後注意看牠 牠吸完之後 牠的肚子會鼓起來 分成一節一節 這好像蜜蜂喔 對 因為蜜蜂跟猛人 是相同的親戚 是嗎 牠們是由相同的物種岩 畫出來的 Really 蚂蚁跟蜜蜂的世界這麼像 在一個群落當中 都會有一隻蜂后 蚂蚁就是蚁后 然後會有公蚁跟公蚁 Oh my God 聽說我居然不知道 這個姿勢耶 聽說很多人都不知道 對於蚂蚁這般了弱執掌 這位台灣蚁人果然厲害 研究調配適合蚂蚁的專用飼料 讓所有蚂蚁玩家們 能夠輕鬆飼養蚂蚁 而且運用自己的專業 再加上一點巧思 讓對蚂蚁有興趣的玩家 可以在不打擾蚂蚁的情況之下 進行觀察 不過秉承說 想觀察最自然的蚂蚁 群落生態 牠可是力有法寶呢 這是模擬蚂蚁的世界 對 牠整個的真實生態環境 對 牠會分為朝內跟朝外 了解 所以我們會在這邊放食物 OK 牠們去尋找 好 那我們現在會先放個食物 然後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牠外部環境的哪些特點 你放這個麵包蟲 沒錯 這是活的麵包蟲 因為這種蚂蟻 牠是有活捉獵物的特性 放上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牠的攻擊行為很強 天啊 然後這邊的就開始追 哇塞 那螞蟻全部上去了 然後那麵包蟲好像已經被 哇 真的是肉肉強食 對 沒錯 這個看似麵包蟲很大一隻 結果抵不起一群螞蟻 這個如果放大版本的話 就是很寫心 麵包蟲 相當暴力 對 但是牠就是一種生態 我們要必須得知道 全世界的運轉就是靠一些生態 沒錯沒錯 自然的法則 對 等一下你有沒有發現 已經有流出來的這些大量的螞蟻 對 然後會出現所謂的冰蟻 牠的頭部比較大 咬合力比較強 牠的話就是對於獵物 做出一個更致命的攻擊 因為牠比較大隻 那冰蟻真的是一隻仔蟲蟲 然後還來不只一隻耶 對 然後會來越來越多隻 哇塞天啊 哇塞 這隻大冰蟻也太厲害 牠是同一個家族的嗎 同一個家族的 牠叫特化冰蟻 所以冰蟻一隻可以抵很多小螞蟻 對 因為牠的咬合力超強 然後牠不是一個人獨享這個食物 不是 因為螞蟻是屬於購產之 沒錯沒錯 對不對 所有東西拉過來的時候 就大家分屍掉 是的 因為這個是我們人為的環境 所以牠不會有像大自然 這麼快的去把這些痕跡擦掉 像你在有看到這個區塊 這邊就是食物的殘渣堆 所以我們稱為垃圾堆 然後這邊是蚂蚁的墳墓區 然後這邊都是蚂蚁的屍體堆疊而成 蛤 對 就跟人一樣 牠們要入場 真的啊 沒錯 所以牠們是屬於土葬 對 大自然是土葬 哇塞 厲害了 還土葬 嗯 在草裡面的話 甚至牠們有專業的廁所 哪裡 在裡面 這裡 你會發現廁所的地方是比較黑的 然後沒有蚂蚁 在那裡 所以牠們會像我們人類社會一樣 會劃分一些這些區域 因為牠們要在這個地方住非常久 所以跟人類一樣 我們有廁所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是 小朋友可以來了解生態的話 真的是超屌 真的是超屌 在秉承的介紹下 讓我從門外漢 開始被螞蟻的世界所吸引 有分工 有合作 有資訊 有殘暴 一個完整的社會 展現在我們眼前 而這一個個的蚁窩 也都是秉承親手打造的 不過如果不想這麼大陣仗 飼養螞蟻的玩家 也有另外比較不佔空間的蚁窩 還有許多奇特的螞蟻 都能選擇 哇 這是不同的生態環境對不對 對 沒有錯 這隻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在裡面培育到 相等數量的時候 我們就會移出來 所謂的其他的蚁巢 對 那以這個來說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利用3D電影的元件 讓每一個人可以自己去拼湊 不同的顏色 跟你想要的樣子 對不對 就如果說有喜歡寵物玩家的話 他可以自己去拼他的房子 沒錯沒錯 OK 那裡面有什麼不一樣的嗎 這是同一個家庭的螞蟻嗎 對 這個都是同一窩的螞蟻 同一窩的螞蟻 是由這隻蟻后生出來的 那裡面呢 它會自然自己在繁殖嗎 對 所以你會看 所以裡面有蟻后跟兵蟻 跟一般的小螞蟻 是 沒有錯 OK 那這個呢 這個有什麼特別的 為什麼它獨立出來了 這邊的話就是 剛剛看到的螞蟻的外部跟內部 對 這裡是潮區 這裡是衛食區 喔 對 嘿呀 原來是這樣子啊 就要吃東西到隔壁去 沒錯 是從家裡離開 去螞蟻的外部 底下這個還更有造型 對 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台灣目前發現 最大的聚山蟻 哇塞 好大喔 我剛剛沒有看到 我剛剛看到第一層 不覺得怎麼樣 底下那一層 這螞蟻很大耶 好可怕喔 以後大概將近 2.2到5.3公分左右 這咬人會痛吧 對 它咬起來其實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把你的皮膚咬破皮 其實它們雖然大 但是它們不兇猛 只有在它們需要防禦的時候 才會去攻擊 了解 這個是另外一種螞蟻 跟這個不一樣 為什麼這邊是比較有木頭的感覺 讓它有棲息 因為這個螞蟻原生的環境 是在樹上 所以把它墊高 然後我們用的材質就是其他的 另外一種材質叫石膏 OK 然後把它架在上面 然後讓它感覺在樹上的感覺 了解 這個也有特別喔 這是屬於上下腹的 對 就是地底式的螞蟻 這等於是螞蟻挖的地道 對 上面的環境 就是真實世界裡來講 然後它也要從地底下爬上來 沒錯 然後去蜜食 那這個螞蟻比較特別的是 它也是台灣非常少見 非常稀有的螞蟻 因為它是金黃色的 它叫甜蜜巨山蟻 它很像蜂蜜一樣的顏色 OK 很酷耶 像整組的話 如果整組的話 以這個草加螞蟻的話 現在這個群肉可能搭配起來要1萬多塊 對 對 哈囉 因為這個群肉數量比較大 哈囉 哈囉 對 哈囉 1萬多塊 對 因為這個第一個 這個槽的全部都是手工製的 然後螞蟻的部分的話 因為群肉比較大 從培育的時間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 然後它是非常稀有 所以它整個售價會比較高 1萬多塊 1萬多塊 這真的是太酷了啦 但是這也是一種生態 然後也是一種桌上型寵物 當然我們不傷害動物 我們隨便去觀察它的生態 我覺得這樣的話 花點錢在上面去觀察動物的生態 我覺得蠻好的 是另外一種學習 賣螞蟻看似簡單 其實辛苦 每年只有短短的兩月時間 讓秉承全台走透透去尋找 特殊的蟻後來培養 所投入的時間 心力真的不足為外人道 沒有巨大的熱情支持 真的很難繼續下去 我問秉承 他的終極夢想是什麼 他說 他想要打造一個螞蟻樂園 台灣蟻人 果然是當之無愧